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案例的时候呢 它的边边是完全文字图标贴的边边走的 而这个呢 它预留出了一些空间 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就是版型与平衡啊 我跟你们说一下啊 可能你会觉得这个东西 哎呀 这个东西应该没那么重要吧 这特别重要 你看两个图片 比如说这张图 哎呀 什么那个村里边吃洗衣的时候 你看 它们的装盘是这个样子的 它没有什么问题啊 也不影响它的味道 也不影响你去吃 但是视觉上会觉得它没有那么贵 对吧 但是呢 一般的米其林啊 西餐厅啊 它为什么感觉贵呢 因为它精致 为什么精致呢 因为它的边边有留白 它这个碟子的空间啊 它没有占嘛 所以这就是版型的作用啊 你看 如果我把文字内容全部贴在边边走的话 这个样子 你约等于村里边吃洗的装盘 那这个呢 那就是米其林西餐厅的装盘啊 我这样说 可能你还是不够具体啊 好 我们再来看多几个案例 比如说像这个案例一样 这个案例 你之所以会觉得它阅读起来还是相对舒服的 原因还是用它做到一个什么 版型 你看 边边都是有留白的一个区域的 你看 边边都有留白的区域 不管边边有啊 上下也是有的 你看上边 还有下边 对吧 你看 再来看 你看这个也有 这个是双重啦 它首先外边绿色这一重呢 已经是预留了 我们说要留白 不一定是白色 你准备的时候呢 我先是绿色 你说它留绿吧 蓝色呢 留蓝 这肯定是错的啊 留白的意思是说 我留出了空白的地方 就叫留白 你看 绿色地方已经留白了 已经是一圈了 然后呢 到了里边的白色 你看这个框框 它也留了 它每个地方没有占满的 你看 也留了 看到没有 不光这个白色的区域留了 它里边的小框框也留了 你看 等于说它每一个元素都有做到一个什么 四周的留白 它阅读起来就会舒服 但如果你不这样做呢 我们随意试一下 如果我把这个文字贴着 这个边边的 你感受一下 我都不用去改别的地方 我就这个改动 你会觉得 哎呀 这个太不舒服了 但你会有说 那有没有可能是它不对齐呢 不是的啊 我把它全部内容往这边对齐 依然不舒服 对吧 依然不舒服 那有可能是我这边太空了 好 改过来 把它相对去中 好 舒服吗 再看这个 你能感受到了没有 留白 就是给这个边边啊 留出一圈空间 而这一圈空间的话呢 会让你的整个版面阅读 舒适度大大提升 任何案例都一样 你看 包括像这种案例 对吧 好 你看 对不对 或像这个案例 但这个案例有一点点不同 它虽然是周围有留白 它也留出足够的空间 有版心 但是它的平衡感相对弱一点点 你没有发现到我上边的位置 我左边有内容 有文字 但是右边呢 完全的同动 那么像这种情况就是不平衡了 所以你一定要明白一个点 就是说 版心 它不是说四周围有预留空间就可以的 在你预留空间的前提之上 在你预留了空间的基础上 你必须还要做到它视觉两边上下相对要均衡 平均一点点 你看 像这个一样 这边一句话 我这边什么都没有的话呢 其实你就不舒服了 那怎么办呢 我们可利用很多修饰手段的嘛 比如说我们学到一个素材运用啊 加个渐变萌板 哎 你看 这个感觉怎么样 你就会觉得这个感觉 哎 可以了 这叫平衡 还记不记得我们前面有一节课说 这个对比 对比是我们后边做修饰的一个什么 指导 那么平衡又是什么呢 平衡也可以说是修饰的第二指导 可能因为我的对比就哪怕我足够大 我能分出成绩来了 但它依然会有些情况就是 因为我这边 对吧 不平衡 你看 右边太空洞了 对吧 不平衡 感觉有点左边太重 所以我们还是会想到 那我们加个什么 做一个背景 做个图片背景 把这边给填住 它就平衡了 你看 是不是个指导 它一样的跟那个对比啊 那一节课 有异曲同工之妙 只是它们的方向不同而已 好 我们再来看 那如果不加这个图片呢 那我换一个PNG素材也没问题 对吧 也没问题 把这句话拉直也没问题 它其实都是为了追求一个平衡度啊 平衡度 简单粗暴 简单说的是 你尽量追求 你这边有一样东西 我另外一边也有一样 但那样东西呢 它不一定是个内容 它可以是个素材 它可以是个背景 它可以是个层级色块 你看 我这么讲的相对比较好理解了啊 好 我们继续 那我们在具体操作上怎么做呢 首先 你的PPT是可以有个参考线的 然后我们右键 找到网格与参考线 点开 把参考线设置这两个地方呢 把它打上勾勾 如果你的版本不要老 你看不到这个选项的话呢 可以询问教练和科普 来 我们继续来啦 选完之后呢 点击确定 OK 你看到没有 这时候有个参考线 这个参考线啊 它是绝对居中的啊 不管是这一条 纵向还是横向 它是绝对居中的 那我们现在要给它做一个 这边也要有一条线 这边也要有一条 上下也要有 对吧 好 来 右键 我再来一遍啦 鼠标移过来 对准这一条线 那你对准这个鼠标会变化啦 我再来啦 鼠标 移过来 诶 这个箭头变了 然后呢 右键 找到什么 这一条数的叫垂直参考线 选中它 单击 好 你看 马上它旁边就出现一条新的一个什么 垂直的参考线呢 按住它 你发现什么 一按住它 选择0.4 什么叫0.4呢 0.4叫做不居中 选择旁边这个呢 按住它 0.00 诶 它所有数字是0的时候都居中啦 所以很明显你们知道 我们这一条0.00是一开始的居中的参考线 那这一条都是我们刚刚新增的一条 好 按住这条啊 鼠标左键 按住它 往边边移动 你看它就可以移动了 好 把它移动到我们的边边去 任意位置啊 这个没有具体数字 比如说我这边选择一个15 15 松手 好 另外一边呢 也是一样15嘛 选中 添加垂直参考线 过来 我以前教这个知识点的时候有个很搞笑的问题 会有些人问我 说老师啊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 那我们做这个版新的时候 这个数字应该就选择多少呢 我说这个东西真的没法教你 对吧 我不可能告诉你2厘米 1厘米 或者说13 14 15 这个告诉不了的 就是你大概看一看就可以了 反正这种预留出来 你不要太大 也不要太小 稍微有一点点就可以了 好吗 14 15 16都不重要 你随便选一个吧 好 再来 上下也要有 我们这个鼠标移过来 右键 你看我刚刚没点中了吧 你看我刚没点中就出现这个了 有的时候你们出现这个不是因为操作问题 不是说你这个版本问题啊 而是你操作不正确 一定要对准 来 我把它放大一点 一定要对准 右键 添加水平参考线 哎 出来了 很简单 好 又有个问题 那我两边选择15 上边也要15吗 不一定 随便 随便 差不多得了 毕竟它不是一个正方形嘛 它是个什么 它是个16比9的比例 再来 好 我们大概拉一下 有了一个参考可以了 然后 那我们做排版的时候 一定要所有内容都完全的 按照这个参考线来嘛 你看这个地方叫板心 我们这个区域叫板心 一定要全部完完全贴着这个边边走 不一定 还是不一定 什么叫参考线 这个中文字就告诉你的参考参考 用来参考的 所以的话呢 内容我们只要在大方向上 跟它这个距离差不多就可以了 你不用完全绝对的跟它贴的边边走 但是呢 有一个地方是标准的什么呢 我一定要在板心以内 打比方 我现在 把它画一个色块出来 银的边边画 银的这个参考线的话 那我这个叫做什么 板心 对吧 那我所有的内容 必须要在板心以内 而这个板心当中 我的四个边边 是不是要完全贴着这个不一定 你甚至可以怎么样呢 你甚至可以这样子 我随便买个内容过来 好 我的内容对不对 有个内容 那我现在两边是贴着的 好 我下边没贴 然后呢 我上边 好 也翻个内容 我这个上下的没有贴啊 各位 你看我上下的没有贴啊 那我这个板心标准吗 标准就可以了 再甚至 我现在呢 所有的内容 好 我把它打完吧 我把它打树吧 全部 全部 打树 所以我们做PPT的时候呢 尽量的一个点子 你不要过度去追求一种绝对化 标准化 就是你做饭 你要放盐 你不可能说 一定要做到 这个地方放盐 0.38克 那个什么0.45克 没有这种情况的 对啊 每一个家庭主不放盐 那是谁感觉的 但是大概 它有一个范围 我一直觉得PPT是特别特别像做菜一样 它每一个地方都没有绝对性的一个数字标准 但它呢 都会给出我们一个范围 像那个板心 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 它没有一个数字 但是它会告诉你有一个范围 叫板心 你东西不要超过它 我们大概示范一下可以了 然后把这个内容全都放到一边来 好 我放过来了啊 那 我这个时候放过来 我这个边边没有贴的边边 对不对 那我这边呢 就是一个文字 那我这个文字的话呢 我不管没有贴的这个边边 我上下也不贴的 那这个可以吗 我告诉你这个也可以 因为我都在板心以内 所以同学呢 我这样说 你是否觉得很清晰的呢 板心它是一个大概范围 它不是一个绝对的数字标准 平衡也是一样的 那平衡的话呢 它也没办法出去撑一下 我这边多少筋 那边多少筋 但是你要把握住 我这边有点东西 我另外一边有 差不多有一点点 跟你穿衣搭配差不多 对不对 我不可能说 左边一个胸针 三厘米的 右边的胸针也必须三厘米 但我右边可能会个口袋筋 反正差不多平衡一下可以了 所以当你掌握了这个平衡 还有板心之后呢 你的后面的排版的时候啊 哪怕你做的东西是完全一样的 但只要有了板心跟平衡的概念 你的作品都会精致很多 就像米其林的摆盘一样 非常的神奇 好 感谢你这一节课的学题 我们下一节课再见